现在到了决定公司命运的重要时刻 你们需要在三位候选人中 投票产生一位副董事长 不说这个我都忘了 那我们五位领导和一位员工 大家可以共同投票 稍等 稍等 员工有没有机会晋级 没有 只能从三个候选人里面投 对 从杨迪 耀庆哥和那个萧文 我们另外一个人举一个手好不好 对吧 好 好一号选手杨迪 先举手了就代表同一杨迪当副总 好来来来 三 二 一 哦 我有两票哎 哇 杨迪便懂不懂 副董副董不服不服 那下面了啊药庆 投给药庆哥的 三二一 一 你你等于说谁都服 谁都服 我都我都得罪不起啊 瞬间识破你 我跟票了啊 我跟票了 因为实在是让杨迪当我实在是太不爽了 哈哈哈哈 我怎么你了 为什么 我们一起入行了差不多 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就是要偷杨 偷杨 偷王耀庆 那你两票 耀庆哥三票 我落选了已经 下面 下面 这个人有点意思了啊 你看你投不投 翟萧文 三 二 一 你惨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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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萧文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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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对你 他不投你票 只有他没有投你票 虚晚了 我没投 只有他没投的 只有他没投你票 只有他没投 什么意思吗 哇 你们就是这么没有演讲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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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种态度吗 对不起 去上那边飘着 飘着手对不起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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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么嚣张啊 啊不是不是不是 对不起 那今天我们的副董事长就产生了 真的这么姐姐了 我们的翟萧文 来听说明文哥 哈哈哈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么这么是啊 他是副董事长 副董事长啊 公司公司垮定了 这个谁帮我拆 哎呀拆不开 文哥来我我来 他是副董事长要命哦 这红配绿正好啊 哈哈哈 没问题可以可以可以 哦这个 这个公司太随便了 看看文哥上面有什么啊 任命书是不是 哇 手拿奖重 不识字啊 不识字啊 你还我打你 来来来我来 念念 评书啊 尔文为神奇公司副董 谁 资聘请宅嫂横 哇 神奇公司副董事长 特此发箭 恭喜顽佐 董事汇给预 哦 请收票 台面上最大道了现在 就露出露脸的台面上最大道 少年德主 es不好的事情 我告诉你们害了他 你们到时候都 你们说到时候害了他真的 少年德主 is a cost 我前台自有多 前台 翟九尔我要是 我要是你 我现在就能开除 踢出这个劲 真的是 真的 给他给 留点面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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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 我们想知道副董事长有什么权利啊 以后你们的所有的任职 包括说所有的事情 在董事长不在的时候 都有副董事长 你们是省了董秘的钱了吧 才弄了个副董事长 当时多多决策啊 陈也是你 半也是你 可以可以 天呐 小翟要不要发表一下 就职就职演讲啊 就职就职演讲啊 我一定会带领我们公司 务务高声 以后啊 这个公司这个 未来的这个发展 我一定会把那 拿捏的死死的啊 我们公司会越来越好的 嗯 拿捏你看 就这种发言 非常贴地气 是不是 文哥好棒 他对呀 从此拿捏起来 好的 好 那这样啊 我们最最最最后的一件事情 还有 还有事 没完了 是不是 还有什么事 我们在这里成立的是神奇公司北霜分部 我们董事会决定由新任的副董事长留在北霜村发展乡村的业务 牧队 舀下五个人 你也可以 先回上海 本部 抗净手 等待下孙若我 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对 没有 不不不 不不不 那 那怎么好意思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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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可以留一个员工 这怎么会这样子呢 留一个员工 我的天啊 我走了 我也走了 拜拜 我要赶车去了 我得回去了 好累